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接下來我會用天使卡 和大家預測星座的運程 山羊座今個星期抽到的牌是奇蹟天使 山羊座今個星期會有合作夥伴幫助你 工作上有很大的突破 Teamwork對你來說很重要 加油 水瓶座抽到八甲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很幸運 心情很好 工作也很順利 盡情享受現在美好的時刻 內心和諧可以幫助你擁有心靈的健康 山羊座抽到度假這張牌 山羊座今個星期可以relax一下 去旅行休息一休 當你處於開心快樂的狀態 你對生活也會有另一番體會 八羊座抽到的牌是貓頭鷹 今個星期的敏感度會大大提高 很容易sense到別人的感受 自己都會很靈敏 可以運用你的直覺行事 從事藝術音樂寫作的人都會很有利 金牛座抽到海豚這張牌 今個星期可能會有阻滯 海豚這張牌提醒你要連結你的內在 感受你的內心 聆聽自己的內在聲音 做一些舒緩活動可以令你更加開心 雙子座抽到潛能這張牌 今個星期要放下一些局限和框架 只要大膽嘗試 有勇氣就可以有突破 你的眼光會變得更加闊 巨蟹座抽到機會敲門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有很多機會 你要好好把握 不要錯過機會 做生意的人可能有新的合作partner 打工的人士可以得到同事或上司的肯定 獅子座抽到的牌是面對恐懼 今個星期會試圖想令自己好過些 只是沉醉於自己的世界裡 活在美好之中 暫時性的擺脫是好事 但終需要面對 在好的時候就可以出擊 處女座抽到友誼這張牌 今個星期要注意人際關係 要多點跟身邊的親朋戚友溝通 同事的關係對你來說都很重要 互相幫忙可以更加團結 天秤座抽到龍這張牌 今個星期會很有推動力 你也會充滿力量 向你的目標前進 加油呀 天蠍座抽到領悟這張牌 這張牌的寓意是展翅高飛 天蠍座今個星期可以憑個人的力量 得到好的收穫 今個星期要具備清晰的頭腦 人馬座抽到前進這張牌 人馬座的存在感比較低 要提高自我價值 發掘自己的長處和缺點 經過自我評估之後才行一條新的路